嗨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Jucky 今天这支视频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回国送宝宝的一些好物的推荐 因为马上呢 叫郭春节 那回家过年的时候呢 亲戚朋友家的小孩呢 多多少少的都会想要带点礼物给他们 带什么礼物好呢 我自己呢有两个侄子 然后这几年每年回国呢 我的表姐呢 都会叫我帮他们带一些 就是给侄子的东西 然后呢 那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教我帮忙买一些给宝宝用的东西 我就总结了一下这么多年来 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些送宝宝的小礼品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这个Ddrops 这个Ddrops呢 就是一个液体的维生素D 这个有两个包装呢 它是适用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宝宝 这个蓝色的是baby款呢 是给一岁以下的宝宝用的 那这个粉色的是kids款 是给一岁以上的宝宝用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我现在有宝宝了 我也知道 它是一个小孩的必需品 那我每一次带我的儿子去体检的时候呢 医生都会问我说 你有没有给宝宝每天都滴这个维生素D 当时呢 我生完孩子出院的时候呢 护士也是给了我一瓶维生素D 然后嘱咐我说一定要每天给他D 那孩子从小长到大的一个必需品 那其实呢 在加拿大呢 也有不同的品牌的维生素的液体D 那我之前看到一个妈妈呢 在朋友圈里面分享过 就说这个液体D呢 其实它的品质呢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它这个价格呢 会略微高一点吧 但是呢 就是它的品质呢 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 所以我也给我儿子用的就是这样一个 它这一瓶呢 里面有90滴 90滴的话 如果你每天滴一滴的话 就是基本上是三个月的量 最近呢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呢 他也跟我说 他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现在在国内特别的火 对 是一个不错的送礼的一个好物吧 然后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一个加拿大的特产 就是这个Sourip的Fruit to Go 这个Fruit to Go呢 是一个 算是一个健康的小零食吧 它里面就是这样 这种一片一片的水果条 我的两个侄子呢 都很喜欢吃这个 然后基本上每一次都会叫我带一点 回去给他们当一个零食吧 它呢 上面是说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的色素 也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的口味 所以说是一个相对健康的零食的选择 毕竟嘛 你要小孩都不吃零食是比较难的 那如果说真的吃零食的话 妈妈们还是比较愿意选择 健康型的零食吧 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这个是Gummy Whites 它其实呢 看起来和吃起来呢 就是一个小熊的软糖 就味道也是软糖的味道 我自己也有吃过 它是一个多种维生素的软糖 你送这个呢 唯一要注意的是 它是适合六岁以上的宝宝 那六岁以下的宝宝呢 就不适合送这个了 反正这个也是询问度 就是让我帮忙带的特别多的一个东西 一般嘛 妈妈都会觉得说 尽量的避免给孩子吃糖 那这个东西呢 虽然它吃起来是糖的 但是呢 它是一个维生素嘛 多种维生素 所以说 可能在感觉上面就会觉得 它要比吃糖健康一点 说完这个Gummy的话 然后呢 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是小铁人 小铁人的Omega 3 这个东西就是 它的里面呢 这是一颗颗小鱼形状的软糖 它也是软糖 吃起来也是糖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 Omega 3呢 是帮助孩子大脑发育的 那基本上对妈妈而言 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孩子大脑发育的话 都会特别的受欢迎 我记得之前我买回去送给过 我家里的亲戚 然后他们吃了之后呢 就特别的喜欢 然后就一直让我帮忙买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保证 它是一个在国内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 那刚才呢 介绍完一些吃的东西 我就想和大家再介绍一个日用品 这个日用品呢 是一个美国的品牌叫Sink Baby 它是一个防晒霜 然后它的SPF是50 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挤在手里呢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就把它涂开 涂开的话 它是会有一点白白的 然后一会儿它是会吸收的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自己买来 给我自己儿子用的 之前呢 我有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 就说一些比较有名的品牌的 那个防晒霜嘛 就是喷在孩子脸上 然后孩子的脸部灼伤 我就做了一些研究吧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品牌的防晒霜 它这个品牌的防晒霜呢 是物理防晒 然后在水中呢 又可以防晒80分钟 这个水中防晒80分钟的这个标准 我觉得比我们大人用的一些防晒霜 都要好用很多 它是 你看它上面有写 它是 就是说它算是一个食品等级的防晒 那不是说让孩子吃防晒 只不过如果说孩子不小心摸到了手放嘴里啊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呢 它这个味道呢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好闻 是那种 我自己觉得有一种那种pinter cloud的那种味道 用这个的话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的孩子还特别小 六个月以前呢 还是不建议使用防晒霜的 那六个月以后用呢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也有在用 因为我儿子还比较小嘛 我自己用那种成人的防晒霜 感觉那个化学的味道特别的重 那化学味道特别的重 我就觉得我抱它 它吸进去啊 或者有的时候 它的手摸到我的身上 然后放嘴里 会不会对它就是对孩子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自己也用这个防晒吧 用下来就是 它的防晒效果也是特别的好的 而且就是我上妆之前呢 把它做一个防晒隔离用 用完再上粉底呢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就特别的推荐 这个Sink Baby的防晒霜 以上这五样呢 就是我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你回国送 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 可以做一个参考 然后它这些东西的价格呢 都不会特别的高 那大家送起里来呢 也不会说压力特别的大 我自己感觉相比那些孩子的衣服啊 这些东西呢 会更实用一点 因为你送衣服的话 这个尺码真的还是长很快 你这个尺码是很难去判断的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可以帮到你 然后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